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两经文其实是过去几个月的总结 所以我把我过去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我的思想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再过两天美国的总统大选会带来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我相信上帝知道 虽然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可是我想今天持续的让我们看见 在上帝所设立的教会这个本体上中 我们在地上的使命 以及我们在地上应有的角色和身份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持续的一起成长 在这个疫情里面来成长 今天的经文主要强调两个重点 一个英文叫做Fruitful 一个叫做Faithful 所以Fruitful把它翻成忠实 Faithful把它翻成结实 我希望从这段经文里面来让我们看见 在这个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在当中 有好的生命当中的建设跟建造 在网上大概分传了 就留上这样一个照片或者一句话 他提到说在人类历史当中 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传统是被用来说明 是我们保持维持尊敬 表达尊重的一个手势 我们称为握手 那么在2019年BC的时候 它消失了 不是主前2019年BC 是在疫情之前 在before coronavirus开始之前 我们人是可以互相用右手行右手相交这里 彼此无本安的 所以既然有BC 我就想到我们应该有AC after这个病毒的疫情的结束 那么就说今年是我们的新冠元年 我们也从来没想过2020年 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学校关门教会停止 工厂停工 商业停业 学校停课 我们的生活全部停摆 而且很不幸运的很多人 他们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我们从来也没想过2020年 会是这么样子 因为今年3月份 1月初的时候 学妹姊妹还邀请我 今年3月27号 要在你们当中做分享 结果3月中旬疫情爆发以后 就赶成线上聚会 那原想说几个月过去了 我们6月可以重新开放 因为6月份 我们在试着协会 其实蛮热烈的等候 希望跟伯利牧师 我们可以在试着的总部 再跟各位一起来退休会来见面 结果6月也没有办法 现在一算时间已经到了 11月1号了 我看一下我的事情实力 我上次在各位当中分享 是12月15号 所以很快10个月时间的过去了 弟兄姊妹现在宅在家里面 宅在这八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在我们心中 有很多很多我们 我想一生在工作 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也是在向我们说话 所以我想今天跟各位来分享 是几件事情 一个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我们当然跟病毒要隔离 更重要的是 我们和上帝之间 在这个八月的时间 我们在家敬拜 我们在网上聚会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 这个关系 所以有距离 有隔离 有疏离 我们也是一个 到了年中 到年末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来开始反省 来思考的 各位已经在最近 应该这个词 已经非常熟悉了 social distancing 这种social distancing 这种或者距离上的 或者这个physical distancing的概念 纯粹是在防疫学上面 防止整个的医疗系统 做出现所谓的医疗挤兑 有大批量的病人 出现在医院里面 医院资源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 所谓的保护措施 戴口罩 吸收等等等 来分散 疫情每个人感染的人数 但是你看见 这样的时间就会拉长 但是呢 希望我们的医疗系统 可以更充分的照顾 这些病人 以至于他们的死亡率会下降 等等等等 不管这个 有没有它的争议性 但是从一个爱灵社的角色来说 我们是的 有必要来 不只是维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我们要考虑 老一辈的免疫系统下降的 抵抗力弱的 等等 我们周遭的社群 我们是有这个责任 一起在群体当中 来尽上我们应当尽到的 防疫的本分 但是你知道这种 social distancing physical distancing 也不 应该讲是 所产生的一个最大的副作用 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就被隔断了 我们人和人之间 最基本的交易的 所有生活形态 都彻底被颠覆 所以有很多人就出现这个新常态这样的名词 保持我们生活行为各方面都有完全不同的方式 就像两个礼拜以前 我在疫情当中第一次坐飞机 飞到加州去南加州参加步道会 在机场里面 在飞机上 我们就许许多多不同的挑战 跟新的适应的方式 所以有型的墙隔离的还好 我们还看得见 但是我想跟各位分享 在这个无形的墙当中 讲了疏离隔离 有很多的无形的墙 其实也因着这些疫情在我们心里面 在我们社会文化 政治 经济 种族各方面 我们也立起了看不见的墙 所以在这些 无形的墙当中 也间接的形成了 或者直接的促成了 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动荡 不安的事情 可是我们今天面对一个所谓教会 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 我们这群被教会呼召出来的人 我们在这个面对这样的使命里面 我们应该如何去行 各位你看见这批人在停车场里面聚集 就像我 两个礼拜以前在加州的时候 那华人教会是在停车场盖了个大房子 他们在那里来聚会 当然加州的天气好 所以没有问题可以在那里聚会 但是他们也是保持了所谓的六尺的social distancing 所以也是 所谓排开排开排开 大家在那里面聚会 可是在这个图里面 你可以看见是完全没有所谓的social distancing 对不对 大家都精精密密的 一个教会 彼此在一起 只要以耶稣基督为元首 我们在当中来敬拜赞美 所以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群体们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今天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从这个角色来看 如果今天画一个四个象限的坐标 我们有本地、异地、同文和异文 就是在地理位置跟我们的文化来做四个象限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 比如说我们华夏丰收教会 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在第二下限 我是北美华人教会中文堂 我们在美国讲中文 对吧 在美国讲中文 可是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讲 他们是在美国讲英文 因为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位思考 北美华人教会英文堂 他们会怎么看 他说我们在美国 我们讲的是英文 我们这批第一代的中国人 我们是在美国 我们讲中文 中文不是他们的母语 所以你看见 当我们自认我们在第二项限来看第三项限的人 他们却自认我们第一项限来看我们第四项限的人 就不知觉当中形成了这样的张力 中文堂和英文堂在语文文化意识形态 所做的各种教导主流社会的教导之下 我们好像硬生生地被切割出来了 变成一个教会出现了中文堂 出现了英文堂 一个屋顶下面 两个不同的堂会 而这种方式 难道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被呼召出来的允训学教会 我们要被我们的文化来切割吗 这是在疫情当中我们都开始做的反思 现在跟棘手的这样子的问题 在种族的问题之下 我们看见可能第一代跟第二代有截然不同 完全不同的看法 对于社会忠义 对于社会不公 对于贫富差距 特别对我们华人移民群体来看 我们有很多很多很难理解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会在这种环境里面 其实言论是好 我们完全不可想象 不可理喻 完全无法接受 对不对 变成一个传统的第一代 跟我们的新兴的第二代之间 又形成了这种传统的 在这种议题上的一种重大冲突 所以难道我们的教会 是会被这种Ratial Distancing来切割吗 没有错 我们是华人群体 但是我们所处在的一个美国社会里面 一个被呼召出来的华人教会 应当在这个世界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更棘手的是现在美中关系的问题 双方互相甩锅 这个可能在 华侠风修教会 可能是以国内弟兄姊妹为主体 但是在许多的教会当中 可能有台湾的 可能有香港的 他们面对这种政治上的张力 双方的领导人对于各式中港台三岸的 很多很多的议题 我可以相信可能在 微信圈里面吵翻天了 同文层里面互相取暖 或者是你不满意 咱们就退群 拉出一个来 我们自己再搞一个群才来讲 我们在当中看见 许许多多的言论当中 可能是有很多的诚实化 但是我看到 很少有爱心互相包容 来连接的 这个基督徒身份的表征 所以难怪我们 难道我们的教会 需要被中国美国这种议题 被的这政治议题来切割吗 我们需要做这种 political distancing 同时教会是需要 进入到这个社群里面 我们面临这种政治议题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角色呢 跟态度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过去几个月 我的观察 特别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非常不幸的 我们就在这至少 这三个暗潮汹涌当中 我们有出现这样的 一个纷争的问题 我们上下两代局间 我们对于政党局间的看法 我们对于我们各式 不同族群的看法 还要好好许许论论训 这种冰山的一角 但是这一次的冠状疫情 好像成为一个催化剂 或是一个隐性点燃了 整个以前 没有好好愿意 城市面对的问题 今天全部放到台面上面 所以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 来跟各位分享的 来重新来审视 弟兄姊妹们 身为一个教会 弟兄姊妹 呼召出来群体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职责 我们如何来面对 这篇提到奉神旨意 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和兄弟提摩太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立有中心的弟兄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保罗在这边 特别强调他自己的身份 他说他是一个使徒 这个使徒 他的最简单的翻译 就是一个被拆派出来的人 所以在有的 不同的这个翻译版本里面 他会说我们是一个使者 他是一个被上帝 派遣出来的大使 你在英文当中 有分成使者的话 ambassador 他是代表一个官方的高级代表 他被高级的 被政府所指派 对不对 到其他的政府的地方 去实行代表国家 来处理这些国家的事务 所以他说他是一个使徒 就是想到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 也是一个被上帝 参摆出来 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使 他写信给哥罗西的 他们也讲到基督徒 这个字很有意思 他讲到在 哥罗西的一群圣徒们 这个字眼 以前我们很少去 好像去讨论 总觉得我自己不够格 对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是圣徒 我们就是一个平信徒 但是圣徒这个字眼 圣就是一个被分别出来 刚刚讲过 被呼召出来的这批语 我们被呼召出来 我们在与这个世界 有一个另一类的生活习惯的 不同的表述方式 我们这群人就叫做 圣徒 为什么我们是圣徒呢 他说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 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我们被称为因此 我们的身份改变 我们成为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 分别为圣的圣徒 他来言 他来形容什么是圣徒 他说这个圣徒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忠心的弟兄 什么是忠心呢 忠心 用我们中国人讲话 就是值得信赖的 就是你一落千金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忠心还表示是一种 坚定不移的跟随 是他们坚定的去持守 持守一个信仰的 成为一群诚信 可靠的人 这群人 叫做在耶稣基督有忠心的 一群弟兄姊妹 他写信呢 是写给哥洛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忠心的弟兄 我想各位一定怎么来思考一下 我刚提到 我们是北美华人教会 我们是一群移民的群体 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本地 本族富家 来到美国 我们可能是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 我们来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因为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见 基督徒有两个住址 我们有一个temporary address 还有一个permanent address 对哥洛西教会来讲 哥洛西的教会 他们的暂时住址是哥洛西 但是他们的永久住址 是在耶稣基督里 他们是在天上基督家里面的永久居民 我们的永久居留权 我们是天上国民的身份 永远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 第一的首要身份 所以我们有两个身份 我们有两个住址 我们的第一身份 是基督徒 我们的第二身份 可以说是我们是华人 我们是某某人 我们是什么 我们有两个住址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永远是上帝的门徒 是上帝的 在世界上我们的身份 是上帝的使徒 他听到说要恩惠和平安 来重复使来给予我们的 从父来归于给各位 我想过去这段 动荡的时代里面 今天我们在 写信问安里面 现在我在跟很多弟兄弟们的 书信问安当中 我都会用恩惠平安 来归给你们 或是与你们同在 来向他们问安 除了我的开场拜 特别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的恩惠 当然我们知道是一个 我自己不配得到 而得到的东西的恩惠 那平安这个字 平安这个字 在英文叫做Irene 就是英文发音 literary就是Irene 就是我们像很多女孩子的名字 就是平安和睦 又被翻成和睦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意思是说 是有两个物体 它连结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隔离 没有任何的摩擦 非常的平滑 光滑 结合的 那个状态 叫做平安 没有任何的隔离 没有任何的摩擦 没有任何的间隙 造成了中间好像裂缝 像我刚刚那几个图里面 让你们看见 好像我们当中有很多的 这种division 所以恩惠和平安 从父神来归于我们 所以面对这个教会 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群体 弟子们们 我们不只是在我们彼此之间 要融合合一 有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心里面中 我们跟这个世界 我们也要进到 他们的环境里面 把这个平安来带到他们当中 那这个教会果然是带到了 这样子的一件 做到这样几件事情 为什么 第三节 他说 我们感谢父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为你们祷告 他不断地为各洛西教会 祷告 感谢 为什么呢 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 他听见 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和向众圣徒的爱心 他听见 他人不在那里 但他听见 就像现在我们人不在教会里面 但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听见 保罗他没有亲眼看见 但他听见了一个好的见证 所以我来问我们自己 这个 见证当然是在人的面前 显出来让人家看得见 对不对 所以见证是见证 是看得见的证据 但今天可能在疫情当中 我们可能见证做不出来 有没有可能你要做到听证呢 不是那个听证会的听证 是你的生命能够被人家听见吗 我们的生命所表达出来的是 能够传到人家的耳朵里面 然后让人家感谢父吗 哥罗西的教会保罗在这边 说我听见你们 我听见你们的好见证 什么好见证 第一个 再一次看到他听见的是有信心的 他们是有信心的 什么样的信心啊 他说这个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这个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那我们相信一个东西 但是信相信的那个对象 也必须同时是真实的 我们这个信心才有意义 对不对 我这句话来讲 假使今天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面 我们人生呢 我们这个人就像一艘船 在这个海面上被漂来漂去 如果信心是我们的一个毛 船上的这条毛 我们人生这个船呢 这个毛这个东西 不能够让船不会飘动 是我们船的这个毛 所抓住的那个东西 那个不能够移动的东西 让船身不飘动 也是今天我们的信心 如果是建立在一个会动荡 会飘动 而不能够存到永久永恒的东西上面的话 我们一定会飘来飘去 水波逐流 但是他这边讲到说 我们今天的信心 是在耶稣基督里 这个不能够震动 不能够动荡 不会改变 不会移动的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信心的毛 勾在抓住耶稣基督 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海面上 会 会移动 会飘荡 但是绝对不会被漂流 不会drift away 我各位看见的是 这个信心 它不只是一个静态的 我们心里面 脑袋里面 判断地向我们的信心 心里面相信而已 信心它是动态的 它带出来的一个外在的行为 它会影响人的 你看见 它的信心所带出来的动作 是向圣徒们的爱心 哥罗西圣徒们内在的 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带出来一个外在的行为 就是向其他的圣徒们来彰显 一个实际行动的爱心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信心和爱心 为什么呢 是为了他们在盼望 是一个存在天上的盼望 盼望表示是需要等待的 不是现在的 盼望这个美好的事物是等待的 但是这个地方的纯这个字 保罗在这边用的时态 是一个进行式 是一个持世被保存 表示是有稳定的 是有保障的 是一定会来到的盼望 记得罗马说五章五节 盼望必不至于羞愧 这是一个存在天上的盼望 所以他听见了什么 他听见了 其实哥罗西教会他们所做的三件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信心 爱心和盼望 信往爱 而盼望怎么来的 他说盼望是从前你们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因为你们曾经听见了 听见了真理的道 在英文里面说 The word of the truth 你们听见真理的道 后面打了一个逗号 就是福音 所以这边其实福音和真理 画上了等号 福音和真理 他们画上了等号 The truth is gospel 我们听见了真理 就是福音 因此我们可以展现出来 信 望和爱 那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最基本的福音 福音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我今天用一个方式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叫做圣经的故事大纲 或是宏大叙事 英文叫做meta narrative 宏大叙事是什么 宏大叙事是一个用一个纲要性的方式 来提出一个种关于历史上的意义 经验或是知识的一个故事的提纲 它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思路 帮助我们用这样子一个思考方式 来审视今天发生在我们世界当中 所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整体的故事情节 帮助我们有一个大海回来之观 以至于我们就有一个很精准的方式 可以来像lasershop的方式 我们来dissect 我们来分解 今天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形式为人的方法 所以圣经的故事大纲 可以大概分成四个大的段落 创造 堕落 救赎和成全 而这四个大的段落 你知道每个段落还是紧密相关的一起合成 是因为浑然一体 没有办法切割 那么下一位我就用一个简单的 跟各位分享 整个创造 堕落 救赎 更新的简单 第一个在创造里面 上帝创造了世界 创造了人 建立一个美好的平安的关系 还建立一个shalom 和谐中间没有任何距离 没有任何摩擦和睦的关系 然后派人来管理这个世界 来治理 所以我们被创造 我们带着上帝的形象 我们和上帝有永恒的关系 我们跟世界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在这样一个赋予丰盛 欢欣的环境里面 我们一无所缺一无所虑 我们所做的事情 极度顺利的平安故事 我们像北上子 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相处 但是我的故事大纲 就是提到好景不长 虽然好景不长 就是堕落 最尽到了这个世界 它尽到我们中间 形成了可合 形成了破碎 最尽到这个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领导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 有第五章给我们的信息 所以最尽到这个世界以后 它开始进来掌管 来统治 我们都在死亡的统治下 死亡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 因此我们失去了跟上帝的同在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破碎 和堕落败坏的世界里面 但是上帝的计划 是上帝的宏大的计划 是用耶稣基督 他自己 上帝的独生的爱子 来为我们 带赎赎回 亲自来救赎 来更新他的子民 来拯救他的子民 也得耶稣的死 也得耶稣的复活 来战胜死亡的这样子一个权柄 从此死亡再也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但是你知道 这个救赎的故事 并不是整个故事 它刚刚最后的结局 它故事结局的高潮 不是用救赎而结束 结局的高潮是用更新 是整个世界的更新 是一个全然的改变 它不是一个renovation 一个旧房子打 旧房子把它重新装修 而是innovation 是一个全然完全不同的恢复 它不只是要除去 来回到第二次再来 审判这个世界上的罪恶 同时要引进的是 全然的公义 与和平 它来 败坏或者是来审判这个世界的邪恶 同时赋予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 新天新地 这是整个圣经故事的大纲 所带给我们 所以你看见这样的福音 他们听见了 更重要你看见福音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效果 他说这个福音传到你们中间 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你看见福音它不只限于一个国家 或者限于哥罗西这个区域 福音是普世性的 而第二点 福音它带有活力 福音有一个内在增长的力量 就是我刚讲的 这是一个结实的教诲 一个truthful 它结果 它增长 它福音有活力 福音有内在的力量 它可以结果 结实 也就是福音它不是一种 道德的论述 它不是一种 停滞不前的一个 一滩死水 它不断充满到活力 这个福音它会不断在我们心里 更新结果增长 它就如同在你们中间一样 就是福音进到这个教会 接到哥罗西弟兄姊们当中 他们就开始增长 开始有不断的结果 同时这个增长结果 也传到了普天之下 也传到了普天之下 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句话后面 我各位请弟兄姊们注意 是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智慧 而神恩惠的日子 就是since the day from the day one 当福音 你们听见 你们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 然后你们明白了 上帝的恩惠 这福音的源头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从听见福音的那一开始 这个福音的能力 就在我们心里面开始起作用 一直不断的持续来增长 所以我最近在带一个小组的时候 我们吵了这段经文 我在经文当中 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大学在念书的时候 我学的是园艺系 那么在园艺系里面 我们要学一门学科 一门学科叫做果树学 学果树 所以果树里面 我们就要学习很多的 所谓的园艺的栽培技术 当我读到一章六节 这段经文 福音传到我们当中 会结果增长的时候 就让我想起来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个 一个商业的展览会 它来展示 整个园艺技术操作当中的 一些当时最新的科技技术 我那时候到了一个会场里面 我就第一眼看见 在会场当中最新 引人注目的是一颗番茄 应该讲它是一颗番茄树 是日本人 他们的园艺公司 来台湾推销 介绍他们的一个 最新的园艺栽培方法 可以在这个番茄 可以结实类类 所以就是我找不到 原来那张照片 我只能在网上 借着我当时的印象 找出这张照片 他们就搭了一个棚子 这个番茄这个苗 这颗植株就趴在 搭在这个番茄 在这个棚子上面 然后在上面长得结实类类 那么这个日本人 他用他的英文来介绍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这颗番茄上面 这颗在 这个商场里面展示这个番茄 一样上面一共长了7000克 结了7000克的番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以前我们自己种番茄 我们大家想想 一颗番茄大概长50克 收成50克番茄就不错 一颗番茄苗可以长成7000克 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吗 那么它怎么长呢 这个东西叫做水根法 水根那就是一种原意的技术 它不是用土壤 我们叫做无土栽培 用水 用水 里面有养料 调整它的酸减值 控制它的温度 然后氧气 让这个植物可以从养料里面吸收 吸收 它就可以这样子来结实累累 所以如果你还记得 刚刚我在开始的画面里面 我就是用了这样一个图来 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结实增长的教会 所以这种水根的方式 可以让植物在 这种农作物可以在温室里面 在一年四季 在冬天 比如说像我们在北 这个DC 跟往北边走 到Michigan Minnesota 他们就盖像这样子的温室 他们可以在温室里面 用水根的方式来种 番茄 一年四季 而且它的生长速度 会比一般油土的栽培来得快多了 所以产量会高 需要的空间少 所以它可以一年四季 一批一批一批的这样的收成 这种水根的方式 它重要的概念 或是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那次的学习里面 其实我们刚好学到植物它的根 它的根 它的根系 当时我们老师教导我们说 这个根要健康 就是它的根必须要像雪牌一样 像一片地毯 所以我就当时记得商展会场里面 它就把水根 培养液的盖子打开 就让我们看到下边那个根的样子 我就找了一个图来描述我当时可能看到的现象 你看见的 这是这个番茄它长的花 我看到的那个根就像厚厚白白的 像一块厚厚的地毯一样 非常的雪白 在下头像这个桶子里面 在吸收它的营养 所以这样子的水根系统就可以让它们一次养很多很多的植物 有时候在想说 这个水根这样来在作物 然后各系是说我们的结果来生长 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概念放在一起说 福音 有时候很像就是我们这个水根系统里面 你看这个管子 然后下头就是营养液 这个福音好像就营养液一样 就一段一个一个的输入到这每一个植株里面 它们就开始结实 累累 看这样子一一长串的 这种结实的方式 让植物一次又一次的丰收 但这个福音当时是怎么传到哥罗西去的 或是它们怎么去学习到福音来增长它们的生命 第七节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他们听见福音是因为以巴佛 这个仆人 一个中心的指示 仆人以巴佛 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以巴佛当中所学来的 福音借着人传递进去的 而以巴佛这位中心的仆人 他把福音带到了哥罗西 然后哥罗西教会就是我们跟着这个人来学的 这个学这个字啊 最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 就是另外一个字给你就是 就是门徒的意思 就是一个学徒 就是一个跟着师父去学的人 他可以通过正式的教导 上课或者是生命之间彼此的影响 他们慢慢慢慢地增加了他们对福音的认识 然后福音在他们生命当中开始产生了影响力 所以他们就开始结识 他们就开始增长 最近怎么能看到 我们不只是有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必须要一个去活出福音 实践福音信仰 基督信仰福音真道的这个人 来帮助来带领 所以福音的这样的传播是靠的人 我们就看到福音这个信息 它其实是由一个信材来传播的 所以以巴佛是这个messenger 他带来的是福音的信息 所以信息和信材你看见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回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这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人 我们所谓效法的耶稣基督 其实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最好的表彰 耶稣基督他是太初有道 他是这个message 道就是神 但是这位道成了肉身 成为一个messenger 从一个二度空间 一个好像Logos的概念 他进入到我们人类的 有血有肉的世界里面 成为一个三度空间的人 他自己把成为信差和信息 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度 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亲眼见到那独生子的荣光 今天教会是一个被上帝 所呼召出来的群体 我们建立教会是真理的注释 我们建立在这个圣经的 这个真理之上的话 我们务必要成为一个信差 成为一个宣扬 耶稣基督福音真道的多媒体 来宣扬上帝的福音 也可以这样讲 其实耶稣基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 最有成就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个 Multimedia 他自己让信息显露 成为让我们人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跟他学习的 所以他设立了使徒 设立了门徒来教导 而门徒们把他们所学到的 一代一代的传给我们 一直到今天 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聚会 因为上帝的福音 借着弟兄姊妹们 借着忠心的仆人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来与他们一起学习 所以信息和信息才让我们看见 从不可见来要变成可见 所以在我们遗传学上面 就有这么一个名词 我们叫做基因型 另外一个叫做表现型 Genotype跟Phenotype 你看见这个双螺旋骨的DNA 经过一个步骤 我们叫做基因表达 Gen expression的表达的方式以后 它就会表现出来 发育成为一个生物 如果今天是一个果蝇的DNA 它长出来就是一个果蝇 如果今天是一个水果 它就变成一个水果 果蝇可以来吃水果 但是他们两个人 是完全不同的DNA 一个植物一个动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会发觉我们的基因表达 如果这个方式来带领 进到我们属灵观念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生命 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更新 为上帝福音更新的生命 那么我们一定要展现出来 一个与生命匹配的生活方式 也许如果我们有一个信仰 一个耶稣基督的信仰 那么一定要一个实践的场域层面 来彰显出来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基因 所以基因是一个遗传密码 而表现型是一个可以外面看见的 形状形象 所以基因表达 或者我们生命到生活 我们的信仰实践 就是将不可见的 要变成可见的 所以J.Packer讲过一句话 教会的任务是借着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 将有见证 将不可见的国度变成可见的 所以这样我刚分享的一个看不见的DNA 变成一个可见的表现 今天借着教会这群被呼召出来的上帝的儿女们 我们用我们的生活的见证 将不可见的变成可见的 今天可以换成了将以前听不见的 今天让人家听见 对不对 所以这种门徒的学习 其实是一个终身的学习的步骤 我们经常讲门训门训门徒训 我们来做门训做门训 我认为门训这个字眼不用用做 它很难是用做的方式 门训它大概是要用学的方式 而且是要不断地重复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acronym 我把它英文叫做REPAT 这六个字英文代表的意思 我想来把它描述 为什么成为一个上帝的门徒 或者跟你学习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必经之路 而且是天天一直都要学习的 第一个 这种学习一定是关系性的 一定有个师父和徒弟 一对一的 一对二 一对三 一个小组型的关系导向 他带给这个门徒一个经历 让他能够亲身经历 这个福音更新的他的力量 所以他亲身经历以后一个personal 当然我们所带领他 我刚讲过福音是上帝的真道 我们必须要有education 必须要有知识的传递 也有小组的聚会 个人在圣经话语里面的知识的增长 但是呢 aspirational就是 教会里面必须要有以巴弗这样的人 能够来激励 能够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 最后 以至于他的生命能够做到一个全然被福音更新的转换 他被transformation 被transformed 以至于他可以重新 这个门徒成为下一个师父 他再来repeat 他再来带领下一个 因此你知道 这种门徒结识 教会成长的概念是 人在职本 生命特质上的 品质上的增长 也是数量上的增长 宽利跟宽利同时的进行 这个教会才能够不断的增长 所以保罗就说 我从听见的日子开始 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祷告什么呢 他祷告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要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行上面 我们能够明白 哥洛西教会明白上帝的旨意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后面的目的 它的目的在第十节 是要 就是 知道上帝的旨意的 最终的目的是 要我们的行事为人 能够对得其主 凡事蒙他喜悦 我们很多时候问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在问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你明白上帝的旨意 它后头的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 你明白上帝旨意 你要愿意去遵行 上帝的旨意 他要我们 能够在行事为人上 能够对得其主 就是最终的目的 正确的福音 正确的知识 他一定会导出来 一个正确的生活形态 让我们能够 行事为人 对得其主 能够蒙主的喜悦 fully pleasing to him 能够完全逃主的喜悦 有四个方面 待会我给你们分享 咱们先问 问一问题 什么叫做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 保罗在不同地方讲过 我就用其中一句话 他说既然蒙主人 与蒙主人的恩 能够相称 这个字就是刚刚前面的 对得起这个字 同一个字 在这边分成相称 它的意思是同等的重量 所以从这个地方得到 一个英文叫做exim 一个重要的功力定义 同等的重量 它是一个天平的概念 一个天平 你的左手边 如果是行事为人的一个法码 你的右手边 是一个蒙招的法码 就是你蒙招的恩 跟你的行事为人 必须同等的重量 这个叫做相称 也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要能够对得起主的 我们的行事为人 跟主 对我们的呼召 是要能够相称的 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 他也提到 要我们的行事为人呢 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七节 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所以有的经文版本里面 会想 conduct your life 或者是 walk in your life the walk 好像在钢索上面 战战兢兢的行走 像一个平衡感一样 你的生命必须有一个全然的平衡 能够均衡的 像一个平衡感一样 能够在这条钢索上 我们的生活 如果是条钢索的话 我们能够战战兢兢的 在我们的行事为人 跟我们的福音的恩去相称呢 所以一个全人的 平衡的全人生活 这是保罗他教导里面 一贯的一个教导 在一边你会看见 他一定会有真理和教义 另外一边 你一定会看见 他会带出来信仰和实践 还记得吗 如果我们有生命 我们一定会有生活 所以于鸿杰牧师 弟兄我那时候听他讲到 他讲过 生命跟生活怎么去比喻 他说生命像是一个讲章 而生活是我们的讲台 讲章和讲台 生命和生活必须同时匹配 所以有真理 有圣经的福音的教导 但是要有信仰的实践 而这个实践必须用福音 成为我们的中心点 所以沃尔巴格里讲过 他说基督教最大的 就是让人无言以对的辩护 与民政就是一名基督徒 我们要向他人来证明 基督教只能用我们基督徒 品格这个无可置疑的证据 来挑战他们 我们的生命 一个叫人无言以对 我们的确被福音所改变的 是我们的生命 而格罗西他说要凡事 Fully pleasing to him 有四个方面 他要我们来反 对行事对着起出来 四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 他是说 要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 这个用一个现在进食 叫做bearing fruit 第二个呢 我们要认识神 要知道神 要increasing 我们的knowledge 第三个 我们要能够在忍耐 当中能够立上 家里 bearing strength 第四个 我们要不断地去 感谢父神 我们要感谢父 这是我们 在疫情当中 我们来好好思考 一个结识结果的教会 他要我们 对得起主 行事个人对得起主 凡事 淘汰的喜悦 第一件事情是 在一切的好事上 要结果子 我们要越来越 能够认识上帝 我们要被上帝的能力 天天地被他更新 被他加力 第三个 我们要随时 不断地来感谢父神 都是用进行事 都是用进行事 来挑战我们 这是每一天 每一天 我们都要做到的事情 这是福音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结果子的外在表现 这是我们的 phenotype 结果子 知道上帝 靠神得利 感谢父神 为什么 因为 父 第二 第三节 父 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到他爱子 就是耶稣基督的国里面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在爱子里面 我们得到救赎 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 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 最独特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John Stott 他 《世界的门徒》里面 他第一章里面提到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 最大的三个 很大的分野 耶稣基督的道成 肉身 待人赎罪 与死里复活 这是福音的最基本的本质 所以保罗他也这样讲 如此说来 因为一次的过犯 众人被定罪 照样一次的异行 众人得异 成生命 一次的背拟众人 成为罪人 照样异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异了 这是耶稣基督 父神 解的耶稣基督 来拯救我们的救赎 他记得福音故事 第三个大纲 第三段落 亚当的过犯 我们最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 幕后的亚当 耶稣 他的异行 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 得到生命 亚当的被逆 我们成为罪人 耶稣的顺从 我们因为耶稣 而得为义 所以看见耶稣基督 他的工作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网上讲过一句话说的 Life without Jesus This is like a sharpened pencil 他说没有基督的生命 像一个没有削尖的铅笔 他后面这句话 其实才是更放人身心 他的后半段是 It has no point 没有意义 无从下笔 你没有耶稣基督 你没有生命的意义 而在疫情当中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我刚刚讲过 还记得我们跟上帝 疏离之间的距离吗 我当时没有讲的是 我们有这种 Ratial Distancing Cultural Distancing Collectual Distancing 我想反省 弟兄姊妹们 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像一个没有削尖的铅笔 而在疫情当中 如果我们来仔细思考 我们跟上帝之间 有多少的 所谓的Spiritual Distancing 好好回想一下 我们在过去的 八个月时间里面 我们跟上帝的 一起的经历经验 是更接近上帝 更认识上帝 还是我们越来越懒散 我们的心越来越消沉呢 我们只在那边熬呢 大不得快过去 咱们就重新回复 过平常的日子吧 Back to the good old days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 我们会变成一个想法是 哎呀这个世界就这样子 咱们就火星移吧 对不对 可能不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的思想一年 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世界观 给转换掉 很快地跟各位分享一下 还记得用圣经的宏大叙事 来告诉各位 我们用这个镜片来观察 从大概500多年以前 有两个重要的思想运动 改变了我们人 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第一个是16世纪的启蒙运动 一个是1859年 达尔文的 物景天则 物种起源的自然主义 这两个运动 更改了一个世界起源 一个世界最终极归宿 绝对真理的一个架构 不断地在 基督教国度观里面 这两个运动 排山倒海地来动摇 整个基督教的最基本的根本信仰 记得刚刚的圣经故事大纲 创造 堕落 救赎 更新是一气呵成 创造和更新 创造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 更新告诉我们人从哪里去 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 我们知道如何 为什么破碎 而今天我们有盼望 是有救赎的 人的历史就在创造和更新之间 像一本一本的书 放在书架上面 而创造和更新呢 就是这两个书架上的book games 把我们的人的历史成为一贯性 我们人活在世上是有意义的 但是 前蒙运动和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告诉我们 人可以不需要上帝的创造 而出现 前蒙运动告诉我们 人是维持这个世界是非最高的标准 我们开始选择善恶 我们开始知道善恶 从此以后 没有的创造 没有的更新 现在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今天活下来人类 我们看到的是 生下来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界 但是 没有圣经故事大纲 它不能告诉我们世界 为什么破碎 所以面对这种破碎世界 没有办法去明白 它破碎的根本 我们人开始出现的是什么 我们人开始出现的是我们的自我救赎 我们发展出一系列的分主义 意识形态方法 来尝试的来做一个自我的救赎 可是你看见每一次我们所产现出来的这种方法 只是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动荡 越来越动万 出现一个恶性的循环 这种故事大纲的破碎 以至于我们变得非常短视 以至于我们在面临很多问题看法的时候 就出现这么多不同的态别 也定是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的肢体 我们一定要用圣经的视镜 用福音的视角 用福音的镜片来看懂这个世界 今天 启蒙运动和自然主义摧毁了两个Bougain 整个人类历史就帮分奔利西 出现了混乱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学术 可是我们不是的 我们是有盼望的一些人 在天上的那个盼望 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不是一个圣经知识 先知 我们说了一个很大的名词 是要挑战这个世界观 同时告诉这个世界生命终极的归宿 以及它的解决之道 就是耶稣基督 同时要告诉这个世界信仰 它无际上的破绽 同时告诉我们这个信仰后面所带出来的虚假的盼望 一种绝望的生活形态 我们要活出是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形态的这样子的人 这是教会 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 责无旁贷 我们首要的一个面临 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救赎的表现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福音 有时候我们这个好像 我好像没有想到这么兴奋 没有解释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 那我们现在所吸收的 我们所聆听的 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想的放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福音吗 还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碰到的是一个 山寨版的福音呢 去年12月我在各位当中分享过 山寨版福音这个题目 鼓励各位去看这本书真假福音 Traveling Wax 我没有从这个福音 我没有就是用这个标题 但是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这种破碎的世界观 或是在这种人文主义 跟自然主义的这种氛围之下 有时候我们的福音也被更改了 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的纯粹的福音 也出现了许许许许多的破洞 或者是我们不知觉当中 我们信奉的是一种别的福音 还记得我们上次和你们分享 用加拿大海书第一章第79 我说保罗说 一整言词说 那个不是福音 有人把福音更改 那个不是福音 但是传众福音是要受咒诅的 山寨版的福音 就是像可以像这个影片讲的 就是Honey I Shroud of Kids 有时候我们想 我们把我们的福音缩小了 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给缩小了 我们所缩小的福音是什么样子 我们缩小的福音是一个缩水的福音 我们的福音只是一种个人性的 平安 个人性的生活的保障 我们把它碎片化 我们把它简单化 认为这个是我进到天国的一个保单 一张门票 对不对 在地上只要做个平信徒 天上我就在那待得好 我也不想求什么 一种缩水的福音 但是这种子们们 John Piper他说 耶稣 有人他批评我们 他说耶稣向着门票 我们把节目开始以后 我们就把门票给丢了 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耶稣 我们把福音当成是这样子 是一个防火保险 fire insurance 我们把 刚刚讲到那个罪 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的严重的破坏性 我们trivalize 我们把它变成 很小 把我们的福音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credit card 我这边做了一张图 来比较形象化来描述 我们怎么来对 这件事情 我们把它轻描淡写 加利亚山银行 开了一张credit card 发行那张credit card 什么时候开始 你申请就有效 从来不会失效 对吧 也不会查你过去的credit 那也没有任何的上限 只要你犯罪 你就刷一次 只要你犯罪 你就刷一次 我们把这个 滥用这种恩典的概念 我们是罪犯叫恩典显多吗 也保罗说断乎不可 可是我们对于 罪这样子的一个忽视 我们所生活出来的形态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福音 在我们身上有产生任何的改变 同时我们把这个福音 变成非常商品化 我们认为传平安喜乐 我们呼召 你来信耶稣 得永生 或者古时候讲 信耶稣得水牛 得永温身 把他换掉 变成水和牛 这种商品化的耶稣 我们所看到的耶稣 是一种 在生命里面 他跟我们 生命 是一些相关的 同时我们把耶稣 当成像一个 vending machine一样 在这个图上面 你看见什么东西是 out of stock 很多时候我们求的是求医治 我们求神迹 而真正的所谓的救恩 一个上帝 真实的全然的正直 好像却凡人问津 我们所要的 就是关乎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自己能够马上碰到 Frank Sinatra这首歌 可能各位都很清楚 他说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d the final curtain I stayed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and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我们如阳片行几路 我们照我们的方式来形容 我们所认定的福音是什么 只要这些福音是 对我自己有利的 能够活出一种精致的 利己主义的这样的福音 这种福音我要信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负上代价 我真的需要在生命的历练里面 我们要让福音来更新我们 我们却不愿意来释出 我们自己的主权 Burl King有一个非常有名的slogan 他的slogan是说 Heavy the away 就像subway一样 你要吃什么呢 他 我来加进去 但你又怎么问 福音它不是一个汉堡王的连锁店 我们所服侍的是Jesus King King Jesus 我们要来到的面前是用 他的term 而不是我们的term 不是照我们的方式 来相信什么是福音 而是用福音来塑造我们 来更新我们 有一个部道家 Linon Rowland Hill 他的墓碑上是这么写的 他说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你现在所在积极于盈利的 你在所积极追求的这件事情 值得主耶稣基督 为那些东西而死吗 我再用一个更形象化的图 来 来做一个反省 今天耶稣基督被高举 耶稣基督他的救赎 是为了我 现在所要追求跟掌握的东西吗 为我的身份 为我的工作 为我的价值 为我的财产 没有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这个人而死的 耶稣基督的救赎 福音的最基本的本质 是因为他要 让这群上帝所形象被造的人 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有时候我说我们的赖以为生的东西多而又多 但是我们能够为之而活的 却是少之又少 甚至更不要讲是我们要为之而死 可是在这种世界观的冲撞之下 我们却活在一种 没有办法来重新认识到福音 他又能够结识活泼增长的能力的 这么一个福音的大能之下 所以C.S. Lewis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们来思考福音书当中有关奖赏 这种毫不后颜的应许 以及今日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的主认为我们的渴望 不是太过强烈而是太过微弱 我们是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 尽管有无限的福乐要赏赐给我们 我们只会傻乎乎地追求吃喝玩乐 或是个人雄心 好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子 只想在蟑螂的平原窟里面继续玩泥巴 因为他无法想象去海边度假 意味着什么 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取悦了 我们实在太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物责层面 来遮盖了我们的眼目 我们没办法让我们福音的世界 来帮助我们来看清永恒世界里面的 这个样子的观点 我们实在是太容易被取悦了 这就是我们再重新来思考 今天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这个福音要能够结实生长 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我们回到福音的真实的本质当中 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惦记在 扎根在福音的本性本质当中 所以在用这样的一个温室的 就是另外一个番茄的图 你可以看见这里面的番茄 但是我想用一段耳声浓详的经文来跟各位分享 来提醒我们在福音当中 他会要做什么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西水上边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不复干 反他所做的劲都顺利 在我所学到的果树学里面 那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们 结果子是一个最消耗能量 最不经济的一个方式 但是必须结果子才能够翻叶 所以结果子是要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养分 最后最后要集中在果子那个身上 今天看见 结石类的番茄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 奶油果 你知道在奶油果里面 绝大多都是奶油 这个番茄里面 它还是碳水化合物 但我们在生化学上面 做脂肪的生化成是最有消耗能量的 但是我就很难 一直我还没好好去学 去查考 为什么这个酪梨 这个奶油果 它可以让它果子里面结的 就只有是这个fat 你知道这像花好多大的能量 但是诗篇一篇三章告诉我们 它像一棵树 它只要栽在溪水旁 它就会按时结果子 表示如果我们在福音的当中生根的话 结果子是一个自然现象 是一个natural product 它不是一个by product 福音产生的果子是自然结果 而不是一个副产物 用我们的果子栽在溪水旁 它就会按时结果子 所以在用这个图来跟各位分享 你知道这个果子叫开花以后 从第一天开花 它就会慢慢慢慢的结实生长 大概到四十多天的时候 它就不再增大 而开始变红 大概八个礼拜 就是整个五 八周之后就会 有很多很多的潜红素 like coping 这是维他命运的precursor 很好的抗氧化剂 可以防止眼光 增加抵抗力的 你发觉从开始 开花开始 它就会一度的生长 丁子们这句话 这个图让我想起来 我们要来相信这位 为我们信心 在耶稣里面信心 创世 创世成终的耶稣基督 只要我们真正扎单在他里面 丁子们 我们的信心的 福音的增长 是的 是有过程的 但是鼓励你们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只要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一定会成长的 只是不同的阶段而已 只是不同的阶段而已 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鼓励我们的 华夏丰收教会 既然是丰收 我鼓励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效法 哥罗西书一章六节 这个福音 传到华夏丰收教会 丰收华夏教会 也传到普天之下 我们可能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生命的阶段 可能在当中的 丁子们 你们可能已经是非常的丰锁 还有些人可能刚刚才信主 或是觉得我很青涩 才慢慢长 还不成什么气候 还不敢自己称为圣徒 丁子们我刚刚讲过 我们每一个人被分别出来 只要这棵树是扎在福音上面 在福音的养分当中 我们一定会结识百倍的 所以现在拉回到我们现在的现实 在过去十年当中 我们看见许许多的留学生来到美国 当然他们在教会 在校园 他们留下来工作 那么他们也加入了教会 比如说 在你们那边有 George Mason 大学生来里面 我们也尝试着做学生的工作 但是最近疫情的关系 美中的关系 整个的移民政策的关系 很多的学生们 他们OPT或者H1B结束之后 或者抽不到H1B 他们就要回到中国 在中国这个地方 那丁子们们 如果我们现在在这段时间里面 把福音放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能够奠记在福音当中 即便他们回去了 他们仍旧可以解释百倍 福音可以借着我们传给他们 虽然现在看起来 好像美中关系很紧张 我们也不晓得未来 到底双方两个国家 他们未来的走向 好像我们的教会 现在越来越少的学生 教会越来越老化 如果职业青年 不能够职业待下来 我们怎么办 很多可能忧心忡忡 难道我们这种无形的墙 就要一辈子放在这里吗 但是以福所说 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拆毁了中间各段的墙 今天我们要能够重新建造的 不是建立另外一个墙 而是今天我们要在 两个不同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打击一座桥 而这个桥 我坚决相信它就是福音 所以没有福音 一群人的聚集 不管他们怎么如何宣称 它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教会 最后来鼓励点子们 在十一圈第十一章的时候 在安提亚这个教会 他们初期的时候 有这么样发生 就是尸体反而是他们遭患难 所以很多人就 从菲尼基到塞浦路斯到安提亚 他们刚开始去的时候 他们不向别人传 他们只向犹太人传 但是后来有塞浦路斯和北非来 古尼奈 古尼奈人从北非过来的 他们到了安提亚开始 他们也向希腊人来传讲福音 所以面对这样子一个福音 很多时候 我们的教会可能不向别人传 只向华人传 但是既然福音要结果成长 它没有地域性 它是普世性的 一个被教会呼召处分群体 我们绝对不能做的 就是所谓的missional distancing 我们不能够不传福音 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在逆向操作 不论得事不得事 乌养传道 这个时候的福音 可能没有办法跨家门跨出去 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听见吗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与他们连结吗 所以最后我们也看到 我想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今年的擦船大会应该是在加州举行 但是整个疫情我们已经决定换成网上聚会 9月26号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的拆船大会的启动式 今年年底我们有华人拆船大会的正式的节目 我想也是感谢上帝在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筹备2021年在西岸的拆船大会的时候 那时候的英文的题目已经定出来了 叫做Rethink the Gospel Rethink the Gospel 重新来思考什么是福音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特别来跟你们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是 真的我们要活出一个大能全备的福音 我们需要来重新思考什么是福音 所以欢迎弟兄姊妹们 你们应该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可以来网上的报名 你们可以鼓励你们 虽然我们在东岸去年有2019年华人拆船大会 但是这一次是网上的华人拆船大会 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们来报名参加 这次的大会的主题 仍旧像上次一样 叫做破解极出同宋主荣 副标题 因为是Rethink the Gospel 所以我们把它定位翻译成为 活出全备大能的福音 它的中心的主题是我们想把一个全备的福音 借着我们的全人 全体的教会的whole church 来带到全世界 这是鲁萨姆夫们里面的一个宣言 当时他们就有三个W 叫做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church to the whole world 但是我们觉得个人 我们的节识增长 教会的节识增长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用全备的福音 就做过我们的全人 透过我们的全体的教会 来带到世界各地 就像Carl Henry讲的 一个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 它才是好消息 最后我想跟各位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结束 总结 我坚决相信这个福音 这个疫情它一定会过去的 我们有一个尊严和意义的日子要过 因为耶稣面对的罪恶和死亡的黑暗时刻 它为我们的罪恶而死 它的死里复活向这个世界宣告 它是这位真正的君王 它的复活成为一个救赎的 逆转的救赎时刻 我们再也不会失望 再也不会无助 因为死亡再也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赢家 水定子们 我们用生命 让耶稣福音的基督的生命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苦难当中 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我们相信一定有明确的出路的 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作望 让我们有福音的视野 我们持续地活出一个敬虔 封锁行善多结果子的生命的典范 不只是现在如此 我们终生都要如此 因为一个真实的福音故事 它不只是让我们听起来 看起来 读起来很精彩 它不只是能够安慰我们 更重要的是 这个福音 它是能够改变生命的 祝福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这样的教会 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 愿弟兄姊妹们 解的哥罗西书一章六节 我们不但结识百倍 我们也能够忠心为主 来宣扬上帝耶稣基督的福音